说在前面的话 本视频分析均为个人主观脑洞 并非真实 仅供探讨 接下来让我们开始吧 我刚刚笑得在疯狂的咳嗽 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吗 就是前几天 前几天不断在内涵说 我爸没有给我妈发信息吗 然后我爸今天他 他不是就发了那个微博 发发发发发了吗 那个博 然后最搞笑的是什么 一开始一开始大家就觉得 他是在那个辟谣 但是这个还是很缺德的说法 你知道吗 直到我发现 我发现他发的这个图 就是他那个顶着那个狮子 舞狮的那个图 是他11月29号拍的 然后呢 这一天发生了什么呢 他被狗仔跟拍偷拍到了 回酒店就在地库里面偷拍到了的嘛 搞笑的是我12月1号发过一个视频 我扒出来 我扒出来他那天他不仅发信息给对面 他妈还打了电话 而且因为这是一个实验过的行政视频嘛 转发的人也挺多的 看的人也挺多的 包括微博上面新月也给我 我记得他也发过这个视频吧 就是把我的这个视频的链接又发上去过 所以说看到的人应该挺多的 我爸他应该是知道 粉丝已经扒出来 他的11月29号这一天 他不仅是发了信息 他还打了电话 而且你知道吗 我觉得他这个打电话的这个行为 就有点像什么 就是我给我的BB发信息超过三秒钟 他还没有回复 他是不是没有看到 我要赶紧打个电话给他 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当时我跟我那个姐妹实验的是什么 就是他给我打电话的同时 我这边给他发信息 看他那边会不会有和我爸 那个见面一模一样的弹窗 最后的实验结果就是 跟我爸的那个见面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语音电话的时候收到了对面的弹窗 而且呢 我们一般性 我们的话不是通常都是会给 想要缓着收 就是不急着看的这些信息 我们会设置那种消息免打扰 他就 这个弹窗就证明 他没有给这个人设置消息免打扰 而且还有就是同步的 就是他的那个强迫症 包括我自己本人我也是这样 比如说 他在打那个电话的时候 有这个消息弹窗出来 但是他没有第一时间滑掉这个消息 而是去看了这个消息 那这就证明他看这个消息的这个行为 跟他现在所正在进行的这个行为是就是 并行不备的吗 就是不矛盾的 所以我的推测就是给他发信息的这个人就是他现在正在打电话的这个人 那现在现在又要绕回来了 就是我爸为什么要发这么一个已经被我们扒出来 他不仅发了他不仅发了短消息 他还打了电话的这一天的图片 原来真的是在辟调的 而且还真的是在查 老子不仅发了信息 老子还打了电话 发信息算什么 我看过那个我看过你你做的那个行政视频 然后那个当时因为大家都在嗑那个奶茶嘛 都是都在嗑他手上拎的那个喜茶 然后没有想到过一会你就搞了一个行真的视频出来 然后结果大家都嗑疯了 我当时也觉得是我的妈呀 因为当时当时就是有人说他手上是不是 哎呦对对当时是不是你还是你跟我说来着 你说他手上在是不是在打那个视频电话来着 然后呢我还说我说我也不知道看不出来 然后过一会你的行政视频就出来了 我的天他那是怎么你是怎么发现他是那个 哦我知道他是衣服是不是啊 他身上穿的那个衣服和他那个拍的那个衣服是同一天 然后所以大家看出那是那是同一天的是吗 就是他昨天发的那个五十字的衣服和他拍到 视频里面的衣服是同一个对吧 所以然后大家就看出来他应该是穿的是同一天的衣服 哎呦真的我觉得就是你爸一个特别觉得点就在于 就是他每次就是他知道大家在干什么 然后他会给你去呼应 就是包括那天他被拍到嘛 那个地库里被拍到的这个事情 他肯定是知道的呀 因为就是就是大家吵得很热闹 而且就是他也应该很少有这种视频出来 然后就是陪他所谓绯闻的这种事情 所以他这种事情他肯定是知道的 而且就是那个就是公众号里面的那个事情 他肯定也知道 就是就是这两件事情都是被大家吵得热闹闹闹的 然后呢他就非要出来然后这样回应一下 我就觉得他真的很厉害 他其实是肯定是看到说是大家都在说他那个发短信这个梗嘛 然后他昨天这样说出来了 而且他这个东西因为已经拍了很久了 就是他可以用一个别的东西 他因为他最近肯定是就是春节啊 拍了物料还蛮多的 然后人家就是把这一张给选出来放出来了 当时我看到我开始的时候看到的时候说真的 他那个他的那个微博出来的时候 我根本就看不懂怎么回事 我以为他就是正常的发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微博 然后过了一会看到大家各种各样的一个分析出来 我说原来他是这个意思 然后而且最觉得是我还我根本就不可能把他联想到 他的这个衣服是他被地库拍到那次那个衣服 也没有想到这一个事情 所以我不是前两天还跟你说来着吗 就是你看我我都能凭着我自己一己之力 我当年在B站上找到你 就是好多人也是这样子 就是凭一己之力自己在B站上找到你 就只要是看他们两个人的 然后你会大数据就会给你推 推这些人就会把他关注 所以我觉得你爸的小号啊 或者是你妈的小号 人家也是天天在 就是包括在就是在那个领播之前嘛 在领播的时候啊 他都开始要看这些信息反馈什么的 人家在B站上肯定也是天天看 所以就是你们做的这些东西 他有可能就已经看到了 不是有可能是很有可能 就是已经看到听到了 知道大家在讨论什么 大家在说什么 你说他也没有办法说是他 我正式的我非得就是发一个 哎我没有 我没有不发信息 我没有怎么怎么样 人家不可能这样回应吧 所以呢他就会搞些这样的事情来 就是类似昨天这种微博的这样的事情 然后就是给大家一个偷偷的回应 这个太符合你爸的性格了 你爸一直都是这样 就是又查又又是又那种 又又怕你不知道的那种 然后你包括你看他自己 就最搞笑的是他自己卡点 然后大家都是他卡点卡点卡点 然后呢太深怕大家磕不到 他就自己出来吹我卡点了 而且你记得我跟你说 那个他不是有一次上节 就是你爸有一次上节目 然后还说那个 说他在网上看到了 他和小月月的拉郎配 你知道这是当时的时候 就因为应该是剥领的时候吗 我就觉得这么冷门的拉郎配 他都知道 那就是他不知道在网上看到多少 他自己的那个跟你妈的那个视频 因为我当时也看到了 我为什么能看到呢 是因为我看了太多 他给你妈点CP像的剪辑 所以当时肯定就是因为 他自己在不停的看这个CP像的剪辑 然后才会给他推 他和各种人的这种 这种CP像的剪辑 然后有这种搞笑的 然后有这种 他给你妈这种特别甜的 所以我就觉得 你爸是绝对天天的看看的 然后他看了很多 然后包括这些大的up主们呀 然后那个粉丝们在说什么 大概的大家就是多数说的话题 他应该都是知道的 并且他知道的都很快 就是会第一时间呀什么的 就能知道这个东西 所以就是他很多的发的微博什么的 他就是他不会是说随便乱发 他都是有他的原因的 就是很好理解 就是他怎么不发别的 他非发这个呢 你知道吗 他最查的一点在于什么 他一开始这个微博发出来 他其实根本没有说什么 他存了几个月之间的事情 他一直到过了半个小时 他可能看大家都咳不到 然后他提醒了一下 说我这个照片是存了半个 存了几个月的 然后大家才开始去拔那个时间 大家才去核对 他这一身衣服他什么时候穿的 这个蓝色的牛仔裤对吧 然后那个黑色的脸帽 扇什么时候呀 一巴就扒到了 当时被狗仔偷拍到的那个地裤 所以我跟你说 真的有的时候 我们刻不到他会急的 你知道吗 尤其当他想要表达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我就是想要查他们 你们怎么都get不到 你们都注意不到吗 我这天我不仅发了信息 我还打了电话 你们快点去吧呀 我是不确定 他有没有看到过我的那个行政视频 因为我那个发出来之后 反正转的人挺多 大家应该也有讨论过吧 就有关于我爸 他这个什么 在地库里面打电话 反正他肯定是知道 粉丝知道了他 不仅发信息还打电话 所以我跟你说 原本我真的是 真的真的仅仅是缺德 我缺德说我爸在回复水母 不是回复那些黑粉 结果没有想到 爸真的太差了 这根本别人查不过他 好吧 就没必要跟他比查 这个查到造诣 他是顶级的 跟你说你的这些东西 他肯定都知道 就不光是你的 就是别人的这些 就是在干什么 大家都知道 因为我经常有的时候 就是发现 就是我去别的直播间 经常看到相同的ID 或者是别的up主底下 就是在回复的 也都是相同的ID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拨人 所有人都在关注的人 都是一样的 就是那几个 然后包括微博里面 大家关注的也都是那几那一些 所以他肯定 他肯定有看到过 然后大家在讨论什么 他也都知道 然后昨天的那个 那个开始 我真的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我以为他就是想说他想表达 他在录了一个什么节目 然后一个什么武师的还是什么的 然后我想想这后面是不是有什么物料要出来 我开始完全没有往那方面想 然后过了一会儿 他自己就突然间编辑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看见大家在噼里啪啦 就开始说 然后我想到原来他是这样子 其实我跟你说 我之前我从来没有 没有说是 就是关注过 哪家明星的一个什么微博 但是你看他就特别好笑 就是他所有跟你都是深深有回应的这种 你说你在干什么 你在关注点是什么 他那边肯定会有给你有回应 你刻不到的 然后他一定给你说出来 什么编辑 什么BGM是他说的 对不对 卡点是他说的 然后这种的你刻不到的 他一定要重新给你编辑一下 让你刻一下 所以每次你爸的那种洗脑包 真的你都你都不用去担心他 他自己他一定会想办法给你破掉 然后就会消除你心中的疑虑的这种 这也就是为啥 反正我每次看那个 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前两天呢 我听到还有一个人就直播嘛 他就说 他说他为什么觉得 就是他也是那个圈里面那个人 然后他也是 他说他为什么觉得你爸跟其他人都不 你爸和你妈都跟其他人不一样 他说其他的好多明星呢 他们都喜欢有绯闻 就是因为要维持热度 他会炒一些绯闻出来 但是你爸跟你妈就没有 两人就干干净净的 就是两人还回避 就很害怕有这种东西出来 再说他说的这个 发的这个事 反正我就是 就是没有一秒钟相信过 他们两个人没有联系 我绝对绝对不相信 因为就是我不想去就是去说那个文章怎么回事 就是不想去说这个的逻辑关系 然后呢 关键是就是你只只用去想你爸的行为 就是我记得我不知道就是你有没有印象 就是在那个你妈一夜子直播之前的时候 然后就是当时那天想 那个时候那个事情已经在发酵了 然后这个时候你爸发了一个微博 是你爸还是他的工作室发了一个微博 就是一张图片 然后上面全是狗 然后那个狗就打着那个问号 其实我当时一看那个微博 我知道因为当时心思也确实是没有在那上面 然后就没有多去 多去想 但是我知道他表达的意思就是他对这个事情 他觉得很很无礼 很无奈 然后就觉得就是就是excuse me 就这种这种感觉就是你们在搞什么呀 这个也表达他对这个事情特别的无奈 就是所以说如果他要是对你妈是个回避的态度 当时他不可能发这样的一个微博出来 然后而且就是之后后面的那么多天 我们就看着他那个上班的那个状态 都是那样了都 而且我觉得这个绝对不是说是我们自己加入了我们自己的感情的色彩 就是我觉得只要是有眼睛的人看了那两天他那个上班的那个图 就知道他是个什么状况 而且他还戴着耳机 然后还有就是后面嘛 前两天我就看到有一个人剪了一个视频 剪的是你爸那个单向的一个单人的视频 然后就是剪了好多领期间的 然后包括后面和你妈在一起就是演唱会呀什么之类的那种 他的视频 但是里面突然间穿了一针是那个Fresh的 那个直播的那个 不是直播就拍那个Fresh物料的那个 我的天哪 我当时我看到我眼泪就下来了 因为就是他当时他的那个状态太难过了 就是 就是你特别明显的感觉到他整个的那个眼角是向下搭了的眼 眼睛是湿的 然后就整个人就是非常难过的一种状态 然后而且就是后面他很多的那些 就是他我记得他第一场直播是八月底的时候 他出来的那种 嗯 就是他没有整个人他也没有很兴奋 然后他一直在给大家说让大家好好生活 然后什么的 啊 我真的觉得就是 所有的事情就是你不用去看人家怎么说 你就是看自己看到的东西 我就觉得就是他对你妈就是不是说是说什么什么 从来不联系这就绝对不可能 反正我自己我真的是从出事以后 然后我反而觉得你爸是可靠的 我之前的时候就是其实没有那么觉得有多么的放心 因为我觉得就是明星嘛 你各自在拍戏的过程中你会不会跟别人产生感情啊 时间长了两个人见到面感情会被淡了 那我反而就是看了就是在出事之后 我就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可靠的人 然后而且我觉得就是很多东西 就是你要根据自己的很多很多的认知去判断他的一个方向 而不是说别人一说A 一说一个点 你就觉得哎是好像是这样子 然后把你带跑偏了 那当你每次要被带跑偏的时候就想一想 那你之前是怎么想的 那么其他的事情又是什么样子的 反正我觉得每次 所以他每次那种洗脑包出来的时候 我都都都都一点都不相信 尤其是这次太扯了 说他们俩人从来没见过面 那你说你爸能干吗 这就是用力过猛 然后大家都太不相信了好吗 我估计你爸心里面想 算了吧 之前你说别的我也就忍了 你这次非说我们俩人从来不见面 从来不发信息 但是这个我忍不了 我必须要出来说明一下 哎还有我跟你说一个特别好笑的事情 就是我的一个路人同事 就真的纯路人 他完全就都不知道你爸你妈是谁 然后呢我只是给他看了几张 就是那个领的那个剧照 和后面他们的一些那个活动的 就是那个演唱会啊 还是参加活动的一些照片 双人的 然后我就给他看了一下 我什么都没有说 然后他看完了之后跟我说 哎他们就是谈恋爱了吗 我说嗯嗯 然后他说啊他是这个看着就是真的呀 就我说你我说你觉得他们俩是真的 还是说那个那个剧里面的呀 他说他们俩看着就是真的呀 这看着就明显就不对劲啊 两人两人就很幸福很甜呀 就直接就直接是这么跟我说的 然后他说他的他说他就感觉 他是只看到一点 就是说他觉得你爸跟你妈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俩人拍双人照片的时候 他说他就觉得他们俩人笑的都特别的开心 就是真的开心的那种 所以他就问我是不是这两人在谈恋爱 我真想告诉他 他们俩其实都结婚了 听你的语音听到最后 我竟然哭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我突然之间想到 我以前看到过一个就是 是那个挺多年的一个海哲转的CP分 他当时说他为什么会转CP分 就是因为我妈在我爸的旁边 就是笑的特别的开心 就是笑的那个眼睛都眯起来的那个样子 就是就是很快乐 他觉得他觉得我爸让我妈很快乐 所以说他就成为了CP粉 他希望我妈快乐 你知道吗 真的所以 所以我听到 我听到你说 看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就很开心 那个我就一瞬间想到了这个事情 就是我为什么那么喜欢他们两个 为什么那么渴望盼着他们两个人能够二搭 什么原因 还不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真的在一起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快乐的 就是之前所说的那个 唯有快乐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真的好想念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样子 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啊 哪怕就是没有什么场点啊 那就是嘻嘻哈哈的非常的感染人 我再跟你说回那个公众号的这个事情 我为什么会觉得他是假的 其实因为就我根据 我对我妈的那个理解 就是了解来看 他是一个怎么说 他有他自己骄傲的人 他其实是有那种大男子主义的倾向 怎么说呢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就是那天我也是反黑反了一天的那天 就是他那个撞山的那件事情 他不是第二天就发那个 如果伤害我是你的甜心 那怜悯是我的座右铭 当时很多人就是碍于这个娱乐圈的规矩 不敢讲 我当时其实就是发在 发在那个我B站的动态 我说 我说 不用解读这首歌 其他的东西 其实只要解读 他 解出来的这一部分 我妈他每一次想要表达的东西 都是他自己解出来的重点 所以只要看他那个 Instagram分享的歌词 是哪一段就可以了 不用去想说 他说他这首歌是在骂狗仔怎么样的 所以说是 是是在怼那个狗仔 他其实说的就是 就是呃 就是那一天 别人都在攻击他 然后他的粉丝在为他反黑 而他自己站出来站到了粉丝的前面 就是相当于就是 就是对着那些攻击他人说 人说我怜悯你们 但是就是我的粉丝就是 就是让我的粉丝不要在那个 那个什么了你懂吧 然后还有包括 包括有一次他也是 很很早先的吧 我是考古到的一个 他也是呃 怎么被人攻击 然后他就说他删掉了微博 让粉丝不要再浪费时间 跟大家吵了这个样子 所以就是我觉得 依照我对于他的了解 他不是那种会把粉丝当作工具 就是那种替他去冲锋陷阵 替他去撕逼的工具的这种人 他的他的大男子主义 反而会是就是说 你们是我的粉丝 我对我有保护你们的义务 这样子 就是他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你知道吧 嗯 你还记得吧 他他其实他对他粉丝 是属于还蛮温柔的那一种 就是他他会劝劝导 就是说就是说要呃 像大家传递爱要分享爱 就不要把爱过度集中于他一个人身上 他会觉得这是这是很沉重的 你懂吧 他当时说的这些话 他其实就是希望他粉丝好好相处 但是就是呃 也算是一片苦心有点白费吧 啊我又有点扯远了 我再扯回来 就是所以我觉得以他的性格 以他的骄傲 以他的这个大男子主义 他不可能说是会说出呃 那种话就类似于这个人欺负了我 你们去替我骂他这样子的行为 那这不就是在把粉丝当枪使吗 他做不出来这种事啊 以及在他这个事情里面呃 所有的造成这一切严重后果的 是各方面叠加的这个东西 以及就是他要处理 也是他自己处理 呃就是要经过各种的调查 而不是说把相当于就是相当于一个 就是就是我有我的 我有一个国家大事要处理 结果他妈的你竟然把事情放在儿女情场上面 这个样子你说合理吗 就是就是啊 明明就是有那么大的 一大把的 那个什么要抓对吧 结果就是 就莫名其妙 就突然之间给你搞这么一个 拎这么一个对象出来说什么 平时喊我老师的又不给我发短信了 怎么出事后又不给我发短信了 这个样子的意思 你说这合理吗 这可能吗 所以我真的我看他们吵架真的挺感慨的 妈呀妈呀 你在他们心目中到底是个什么形象呀 这是我经常叫他妈妈 但是我也我也解释过 在我心目当中 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是一个可以忍受十月怀胎的那个辛苦 是一个可以就是一朝分娩的痛处 他可以容忍下来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角色 在我的心目当中 母亲是这样一个非常光辉非常伟大的角色 所以我愿意用妈妈来称呼他 这是我对于他最崇高的敬意 懂吗 最崇高的赞美 所以我一点都不觉得他是弱的 所以我总是说郡哲他是强强的 他们两个人都是强强互A的那种 不是说因为我叫他妈 他就是代表着他弱势的一方 怎么样的 没有这个样子的 他不是个怨妇 哎呀我跟你说你这一段听的我心情跌宕起伏 我正在外面大风吹着 然后我就刚好前面听到你说你那个要哭了 然后那个声音 然后我自己就就是演的也是要要出来的这种 我还想着我怎么劝你 然后后面立马剧情就转变过来 然后听到最后你说虽然我叫他妈 我差点给我笑死了 是属于那种情绪来得快 去得也快的那种人 就是要么大声笑 要么大声哭的这种人 就是我不太擅长于把情绪堆积在自己的心里 我要发泄出来的 我一定要找途径发泄出来 所以说我就是想哭就哭了呗 然后哭出来好瘦的 然后就一下子就这个情绪就转环过来了 然后对我跟你说 我对你妈的那个认知 在我内心潜意识认知 我觉得是和你是一样的 他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担当的人 他特别有担当 而且他一直是处于保护别人的状态 就是我看所有的东西 我觉得他不管是对你姥姥 然后对你爸 还有对粉丝 他都是一种保护的状态 甚至说对他的一些朋友 他都是很有担当 自己永远是在前面的 就是他不会让别人 他从来不要 不会要求别人去为他做点什么 或者说是利用那个粉丝的力量 来为他做什么 他从来都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在任何时候 他自己一定是冲在最前面的这种 然后再说那个公众号的事 是因为是这样 就是当时那个刚出来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个姐妹 就是她发了一个动态 其实我当时 就是我看了之后 她就说是让大家安静 然后我觉得是 是这样的 因为我当时就看到她呢 我最大的想法就是说 就是第一时间的第一个直觉 就是说 你妈现在对于她来说 最重要的是线下的事情 以及呢 她会来调节自己的心情啊 各方面的 她不会说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发难 就是会掀起一些那个斗争什么的 就是任何有争议的话 她现在不会来说出来 所以我觉得就是 所以我这 这是我的一个直觉 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现在就是这个这个事 就是这个公众号的这个事 就是一定大家不要有一些那种争议出来 这个是她肯定 就如果要是掀起了一些那种舆论的 又又掀起一波波的舆论 她肯定特别不愿意来看到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她一定不会去做这个始作俑者 就是她其实 她那个公众号里面的前两片 就是第二篇那个电影 那个电影其实挺好看的 就是去抛开她那些东西 就是这个电影特别的好看 然后就是所以就是有一些人会去信她 也是因为她有她的 就是有她就是有她前面 她是有她合理的地方 也不是说合理的地方 就是前面有能容易引起人共鸣的地方 但是呢就是只要是理性的想一下 就是现在就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安静 什么东西让我们不安静 那这个东西就是就是有问题的 就暂时先把她放下 就有的人如果说是我就是想信她 那你先把她放下吧 就是前两天也有一个人跟我说 但是她看到这个她觉得很难受 那我就跟她说 我说那你别看了 然后她也说她看不了你爸 然后我就说那就别看了 我不是说是那个跟跟她生气 我说你别看了 或者怎么样 我是发自内心的是 你如果真的心里面有这么难过的话 你暂时先把这个事先放下 是 为什么所有的洗脑包 就是现在对我来说没有用 就是因为我开始的时候 我是就是 我一开始我就相信 他们俩是真的 他们俩是好的 因为我是喜欢在就是反复的说 我真的觉得他们两个人特别的好 分别人特别的好 然后呢就是你像你说的 就是他们俩在一起 什么都不用干 然后我就觉得很好 很和谐 这个画面很美好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这就是我一开始的认知 那么你其他后面所有的一个洗脑包 就是我已经形成这样的认知了 我看到的很多的东西 就是佐证了我这个想法 我就会坚持我自己看到的东西 那你非要给我来很多的这种洗脑包呀什么的 我就是相信不了 我只相信我自己的一个想法 而且你知道吗 就是虽然 虽然我现在的人设是磕生磕死 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磕得很上头 然后以及还有人说我非著名 磕不明白 虽然我的人设是这样子的 但是呢 我说实话 我真的有的时候特别的担心我自己的情感 就是自己的这种情绪上头会左右我的一些判断 其实我在 嗯 经常的时候我会就是说 我会去看别家的CP是什么样的 就是我自己我会我会 其实我之前有花了一些时间去看别人家的CP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以前没有混过娱乐圈 我也没有刻过CP 我不知道是这是一种常见的状态 还是说他们俩就是真情 然后我就去看别人 我看了很多那种比较热门的CP的一些那个视频的剪辑啊 或者他们的一些物料 然后看完了之后呢 我就发现其他人家的CP吧 他有几个特点 比如说有的是 他是真的那种就是 大家都知道是假的 就肯定是假的 但是不影响你磕得很开心 就是他们俩之间 他们会有一些互动 就是你觉得特别的好玩 然后这是一类CP 然后还有那种CP呢 就是他们也会 就是也挺甜的 但是他的那个可能就是 营销的痕迹比较重 然后他也会就是会刻意的做一些很亲密的动作呀 或者是怎么样 其实你看的人的话也会啊尖叫 然后也会很开心 但是呢你你也知道那个是假的 然后还有那种呢 就是可能脸就是双方吧 都有点放不开 然后当开玩笑的时候呢 也会有点害羞 然后就是但是你你感觉他们的那种害羞呢 就是碍于的是那种男女大方 或者是平时我跟你也不是很熟 然后呢开这样的玩笑 我就是害羞中带着一点尴尬 不像是我看到他们两个人 就是真的是 你一看到他们两人 就是一看到你们 我就想笑的这种这种心情 真的是这样 就是我自己就是会去对比 我不是不会说我就是自己只看到我自己的 我会去对比别人家的CP 是不是这样的 然后包括那个洗脑包也是 其实我在想为什么 我其实之前我跟你也好像也聊过 我说为什么就是我们家有这么多的洗脑包 有这么多的问题 然后后来我就去看了别人家的 就是我也就是找了一个特别人 就是现在比较热门的一个明星 我去搜了他的 专门就找了一个人去研究一下 就找一个个例去研究 然后我发现他的洗脑包也特别的多 而且有的还特别的离谱 就是他因为他是个男明星嘛 然后就会也会扯些特别离谱的事情 说什么有的人都怀着他的孩子 然后去这个带着孩子去找他的然后什么的 而且还吵了就是感觉这个新闻应该是还吵得很大的那种 然后也有那种说跟什么 就是就是就是不是这个是另一个明星 不是也有说是跟什么经纪人两个人怎么怎么着的那种 然后我就发现啊原来所有的洗脑包 只要是这娱乐圈的洗脑包 感觉都是有模感觉都是有模式的 批量生产的放到谁身上都用这个洗脑包 都用这一个类型的洗脑包 那我就明白了啊 这就是一种这就是这个圈的一种怪象 就是有的人需要用这个来可能来赚钱吧 就是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 我真的希望他不要回来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圈子太肮脏了 我特别的舍不得他回来受苦 就特别舍不得他回来受苦 然后也舍不得他回来被骂 但是他自己你看他特别勇敢的站出来 要去做这个斗争 虽然我觉得我真的是什么忙都帮不了他 我就想为他做点什么 但是我真的什么都做不了 然后我就只能说我默默的给他一些支持 然后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比如让我现在要安静 我现在就一定安静下来 我绝对不给他添麻烦 我就是不能 我帮不了你 但是我绝对不给你拖后腿这样子的 而且呢就是 就是我就是还是真的是希望他 就是说能够从我们这些众多粉丝的这种心情里面 就这些这些爱里面得到一些慰藉和动力 然后而不是说是那个粉丝老push着他往前走 然后他就是给他造成一些那个负面的压力啊什么的 我特别不想这样子 而且就是最近啊 最近就是咱们这边特别非常明显 就是在被搞 因为有一种双方那边都表演痕迹太重的感觉 我在微博上面也说过 公司那边是属于在被表演脱粉 就是大批量的那那个我我有一天晚上就是无聊 我去所有的脱粉广场 然后一下子给我揪出来了一个公司 然后甚至他我又顺藤摸 摸出来好多只公司你知道吗 我那真的是凌晨 我看了有一两个小时笑死我了 然后然后就是他们的那个话术就是怎么样的 就是在怨我爸 怨我爸就心疼女儿不心疼他们 然后他们还自称正宫你知道吧 然后说CP粉是小三 我脑子里面我就看着那个小作文 我就在心里想去里面 我想谁他妈的想要插足他们呀 我们才不要当小三好吗 我们是来加入这个家庭 但是说实话就是这是那些公司啊 因为一下子脱粉那么多 就是给人感觉 而且话术还都差不多你知道吧 我连着看了好几个就话术一模一样的那种 就给我感觉就是批量生产的这种脱粉小作文 然后我妈这边呢 我妈这边呢就是属于 就是汉斯这边啊 汉斯这边她是属于怨我爸 哎就是谁都不怨就是怨我爸 怨天怨地怨我爸 就是就是那种全世界都富了我妈 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所以我之前还说 我说我说公司和汉斯有点串味了 这怎么公司也开始变得怨妇了 就是他们不太一样的点 就是公司是在怨我爸 富了他们 然后汉斯是在怨我爸 富了我妈 这就是我说的感觉像是被吓了那种直黑 你知道吧 就是有一种 有一种方法就是前妻先把这个直黑先埋到你的那个粉丝群体里面 需要的时候再引爆他就是前妻埋下去的时候就一直是当做粉丝在用的 懂吧 就是让他装粉丝嘛 然后到了这个关键时刻就 就是那种大批量的脱粉 然后还有或者说是大批量的开始骂人 这种就是我之前经常说的钻群体嘛 就群体都被钻烂了 然后然后还有很多人就是被这个样子 也不算是好多人吧 就是有个别人被带着跑了吧 所以我之前不是经常就是劝别人嘛 就是说因为我是自身做这种分析研究的嘛 但我经常会劝那些看我视频的人 我说不要只听信我说的话 你们要有自己独立思考的那个能力 要自己去看 就是保持着独立的思想去看待他们两个人 你们要有自己的认知 而不是说所有的认知都是别人灌输给你的 就是你太过轻易得到的东西 对你的印象都不深刻 而且你也没有太过足够的信任 你就像我 我自己这种分析都是我自己做出来的 所以我非常相信我自己的判断 我之前也说 我不是在赌啊 我就是我就是认定他就是我认识的人 而且而且我也说了就是太过轻易的爱恨都太廉价 你知道吗 就不要让自己变得太廉价 你觉不觉得有点好笑 为什么都是 为什么两边都是在医院的这个重点都是你爸和你妈的感情上的 那你们是先承认他们俩有感情是吗 然后才会出来什么小三 然后谁附了谁这一说 对对对这一点我特别同意 就是永远不能就是在任何事上 你永远都不能说是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就是无脑的去相信他 然后就包括那些你不能说今天 然后那个就是哎对对对我给你举个例子 还有个特别就是我见过这种情况就有的人吧 就是我是听说啊有那种海哲的甜围 他其实就是他觉得海哲这边说的有道理 他就CP粉这边说的有道理 然后他就一直就自己在中间特别的拉扯 他就他就判断不出来了 他最后他就特别痛苦 他他分析不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其实我觉得这种的话 就是他可能就是自己看的东西太少 就是他看到的所有的关于你爸或者你妈的东西 他太少 然后呢他他可能就是因为就是别人要去 你想所有的就是别人形成自己观点的时候 他一定是会挑出就是或者是一些那个有指向性的洗脑包 他一定会挑出一条逻辑线出来 他只会挑出对他有利的这些地方 就是以偏概全嘛 然后会让你去信服这个东西 那你就是要看看 那那我们就是你怎么去判断他呢 那就是说你要看足够多的东西 你看足够多的东西 然后去想这个东西是不是这样子的 我我真的是看的还挺多的 我不是说是什么都不知道 也不是说非非著名科不明白 当然我也不是主要说是看科堂的东西 就包括你你也知道我最近其实看东西特别多 就这看一点那看一点 这些这个人说的我看一点 那个人说的我也看一点 就是看一看就是当然肯定不是说每一个人的观点都是对的 就是一个人他会包括你做的这个视频的时候跟我聊天的这个东西也是 他可能就是我们会说很多的观点 会说很多的想法 会说很多的逻辑线 你不可能保证每一条都是对的 或者说是每一条你都能让听的人就是都能够去认同 那你就是求同存异 就是在你听到的很多看到的很多东西里面 你找出重合度比较高的 或者你自己比较认可的 那就是你自己的观点了 有的时候就想就是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就是我好久没有为一件为为一个人或者为一个事情 就是付出这么多经历过 因为尤其是就是从五月份以后吧 我真的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尤其是出事以后我更是 就是基本上是我只要是有时间 我都是在看他们俩的事情 或者是你妈的事情 或者到处到处看的这种 就是我就有的是在想为什么 后来我就觉得是就是因为很值得 就是因为我太喜欢他们了 我就是很喜欢他们 我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就是心甘情愿的去 花我自己的时间 然后花我自己的精力 然后来看看他们的一些东西 然后去寻找一些线索 我觉得是什么样的事情是真相 因为你很多东西我们也看不到 然后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然后就会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究 我就特别的希望你妈和你爸都能好好的 在就是在你妈的那个音频出现的前后吧 我好像是写过一个写过一点小作文 然后我当时就说就是苦难是苦难是地狱里开出的一朵花 就是虽然说是很痛苦经历了至暗的时刻 但是也要向阳而生 就是我真的特别希望他就是这样的 就是你所有人就是都能够想象得到他经历了什么 他有多痛苦 但是呢我就希望他以后就都好好的 不管你有就是在在经历过什么样特别黑暗的时刻 我都希望他未来都是向阳而生 都是好好的跟你爸一块 说到这儿啊 我又突然想到了一点 就是我之前看到大家就是有人说嘛 你就是攻击就是CP粉这边 就是有一个有一个经常的话术 就是说他都这么惨了 你们还磕 你们就是你们就过了这么久了 你们还还放不开吗 你们还需要磕糖来缓解你们内心的痛苦吗 怎么样的 就有的人是会是这样说 其实我觉得这个逻辑正好是反过来的 我不是说是因为我想摆脱我的痛苦 然后我才来磕他们点的糖 那我为什么痛苦呢 我的痛苦不是说是我看不见他我痛苦 我的痛苦是因为我看不见他 我不知道他好不好 我很担心他 所以我很痛苦 其实我的痛苦也就源自于 我觉得他很过得很艰难很痛苦 所以我才痛苦 那么还有一个逻辑就是说 我不是说因为我为了缓解我的痛苦 我才去磕糖 而是因为我相信了他们两个是真的 我相信你爸跟你妈之间是真感情 然后我像 然后我认为就是从你爸的状态中 我能够看到你妈的一个状态是什么 所以当看到你爸是很开心的 他还能够做一些卡点呀 然后撒糖的这种行为呀 那我就知道你妈那边的状态 就是心理状态在好转 不是说一直处于一种非常崩溃的状态 所以我就会放心一些 并不是说我为了缓解我的焦虑 我拿着这个磕糖来缓解 我就觉得那你如果是这种逻辑的话 我去干点就是就像你有天跟我说的 那我磕别的CP不好吗 我能看得见的咳看得见的CP不好吗 我开开心心的 那我觉得也是呀 那我如果说我靠咳他们两个CP来缓解我内心的痛苦 那我这不就是那个成语吗 我很 那不就是那个成语 我很渴 我用喝毒药来解渴 那这逻辑通吗 如果我真的只是想为了缓解我的痛苦 那我可以去干别的呀 我可以去看看别的能看得见的CP 我可以去看看我以前我喜欢看的小说 我喜欢看的电影 我做一点我爱以前爱干的事情 我把这个事情给忘掉不就好了吗 我当时 其实我就是在那个 我自己写的那个东西我也写过 我就说我多么想全身而退 我多么想再也不想管这件事情 但是我就是放不下 因为我就是对他们两个 对你爸和你妈都是牵挂 我根本就放不下他们两个人 就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担心 我并不是说是那个我需要怎么样 看到他们两个人要撒糖什么的 我并不是这样 我就是单纯的真的是很牵挂他们两个人 不光是你妈 你妈都不用说了 就是真的太揪心了 一路走过来 你爸这边也是 一直是风雨飘摇 特别多的事情 就是他经常都是一个火把子 这有个事要把他拖出来 然后呢 这有个事把他拖出来 那有个事也把他拖出来 一会他说他这个有问题 一会他那个又有问题 然后一会这个绯闻出来 一会那个洗脑包出来的 就是他也是一种很艰难的状况 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明星 都会面临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真的是希望他们都好好的 我觉得他们俩很艰难 希望他们新的一年里 两个人都顺风顺水 都好好的 其实我之前为什么会说 就是我通过我爸的状态 我就会稍微放心一点 其实我当时我最怕的是什么 我怕的是 因为这一次打击太大了 我不知道他到底能不能够坚持下来 他到底会不会就是就此一蹶不振 后来就是我看我爸的那个状态 我就知道非常好 我妈她没有放弃他自己 就如果说是真的彻底放弃了的话 我爸也不会是这么一个状态了 毕竟我之前也说过嘛 我很担心他就是会不会是因为那些 那些这种高密度的这种攻击 他会产生自我怀疑的一个想法 就是不再那么的坚定 他会不会就是觉得自己是做错了 怎么怎么样的 真的我非常开心能够看到他 看到他如此的坚强 但是就像我们经常听那首孤勇者嘛 但是我并不希望他是孤勇 我希望他身边永远有人陪着他 永远陪着他走 而不是说他在这条路上孤孤单单的 对呀对呀 就是你还记得 就是他那个他那个姓出来的那一天 他妈妈的姓出来的那一天 然后你不是哭得特别厉害 我当时就就跟你说嘛 我说真的他就是我想象的那个他 他就是很一个很坚强的人 他敢站出来就是去面对这些东西 这就是我认识的他 我心里面的他就是这样这个样子的 他一点都不孤单 真的就首先是他有你爸 然后而且你看就是 从11月到现在嘛 真的有那么多人 就是一直是在 就是不记任何回报的在帮助他 就是就包括你像我们 像我们这样的人也很多 就是我们可能没有什么能力 能去搜集到什么证据啊 搜集到什么去帮助他 但是我们就也是这样默默的 就支持他关注他 然后需要我点赞的时候我就点赞 需要我转发我就转发 就是也有大量的这样的人存在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其实 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真的是好人有好报 就是因为他的这种好 所以我们很多人愿意去这样子 去为他付出 这样子去关注他 去这样去支持他 其实也挺好的 而且我昨天就是听 就是一个姐妹 她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她就说她你看这个全世界的人 她说包括她身边的很多人 都在背刺他 都在背叛他 就是就别有用心的利用他 但是只有你爸 就这只茶狗子 默默的就是支持他 什么都没有 什么就是不利他的事情 都没有做过 就是用他的方式在坚持 所以我真的觉得 就是从这方面来说 他也是个特别幸运的人 就是他经历了很多不好 但是他也收获了很多那种 特别人间美好的东西 至纯至善的东西 而且就是真的 我就特别有感慨 就是一路一直 我看到的这些up和b站 让我关注的一些那个博主 我没有看到有人去拉踩他的 我没有看到有人那个脱粉 也没有什么都没有看到过 而且呢就是大家都是在 不管在什么时候 就是在一出现骚乱 都第一时间站出来 让大家不要安静 不要动 然后不要去撕逼 不要去吵架 然后不要掀起舆论 然后现在一定要安静 就是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行为 都是从就是有利于 你妈的角度来出发 就是你说实际上 我们谁也不认识他 就是没有见过他 他也不知道我们是谁 但是我们就是 就特别自发的去 去这么去牵挂一个人 这么去爱着一个人 其实对他来说 真的是一种 特别有福 特别的福气 我觉得是这样子 同单们都特别优秀 然后大家基本都花了 特别大量的时间 然后来关注他的事情 包括你 然后也包括很多其他人 也都是在天天在花的时间 我看你也是 基本上你 你如果没有在B站 剪视频 你就在微博上跳 我看你基本上动态就是这些了 自己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看他们两个人了 屋子是不是还没收拾呢 好人是会有好报的 这是我一直坚持的一点 我如此坚信着 而且还有就是包括我经常会给大家发糖啊 就是不停的给大家复习一些我们的课点 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记住这些美好的东西 希望大家不要迷路吧 不要忘了这些东西 不忘初心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我们当时的初心到底是什么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 我的屋子 别说了 真的是 我妈跟我说 就 过年就不能够收拾 收拾屋子了 让我赶紧收拾 我刚才就是把他们两个人的东西都理了一下 把我那堆PV理了一下 哇 真的是理的我腰酸背痛 别的我都来不及弄了 我跟你讲 当时以前 就是我 救下过一个要跳河的老奶奶 当时她要跳下去 我一把子抱住她 那个样子 我妈当时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特别的后怕 因为我不会游泳 你知道吗 她就问我 她就问我 你怎么会那么有勇气过去 我就对我妈说 我说 我不是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 我也怕你会不会有那样子的瞬间 就是感觉支持不下去了 然后 在我所 触及不到的地方 我希望也有人 能够可以这个样子 帮你一把 就是 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吧 我是这样子想的 就是我努力的向这个社会 向这个世界传递爱意 会不会这个爱意 也会溃到我爱的人身上 就像之前谁说的 谁说的那句话 就是相信我国的律法嘛 就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也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 对呀 对呀 我看到那个就是微博 是微博上吗 还是哪里有一个图片 然后外面一片漆黑 然后中间亮了一个小灯 然后一个人坐在那 说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不管外面风雨飘摇 你在安安静静地 磕着自己的糖 然后也有其他姐妹 跟我说你知道吗 他说那个阿福 就是不管外面 是什么样子的 他都能自己 在他自己的世界里 安安静静地 磕着他的糖点 他说这个特别好 所以说 所以说你收拾屋子 也要只收拾 跟他们有关的部分 是这意思吗 哇塞 你还有这样的人生高光时刻 你这么勇敢吗 你还去救了一个 那个跳河的人 天哪 我跟你说 这个确实是 如果你要是不会游泳 这个是有点挺吓人的 就是好多人 都是在救人的时候出事的 太棒了 阿福给你点赞 善良又勇敢的好孩子 当时救人的时候 完全没有想那么多 完全没有想到 我会不会游泳 但救下来之后 我很害怕 你知道吗 因为我小时候淹过水 我怎么都学不会游泳 我妈在游泳池里面 教了我一个月 我还是不会游 然后最后就放弃了 所以我就是 我都不会去海边上 因为我特别害怕 摔下去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外面狂风大作 然后那个小人心口捧着一盏灯 在那边掰糖 那个 那个当时还 就是这个画手太太 他跟我留言 他给我留言 那个评论怎么说来着 他说 他说哪怕外面山崩海啸 福老师都能够坐在救生船里面 拿着应急灯 摸出心口的糖点盘一盘 真的特别可爱 这个评论 对对对 这个评论说的好好哦 我觉得真的好好 真的是这样子的 就是 哎真的有的时候 我看外面也是狂风大作 我根本都不想看 然后呢 在一看中间 有一个人那是掰糖 挺好的 哎就让我们快快乐乐 轻轻松松的等妈妈嘛 哎 哎就是我们永远要记得那一句 我们我们圈子里面特别流行的那句话 就是我们不认任何大分 不认不认所有管理组 然后然后就是什么 不认豆瓣 不认超话什么什么的 就只认两位镇主 所以就是无论是什么东西 我一定要看到他本人出现 我才会去相信 就像你刚才提到的 就是老理发的那个 张妈妈的那个信 我不是那天狂哭 然后我本来还转发了 后来我又转个人可见 我告诉自己冷静冷静 妈妈还没有出现 然后后来不是到了那个 报案回职的那个时候 哇 我真的是 我知道这个东西做不得假 你知道吗 然后然后我一看到的时候 我就哇 绷不住了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 我们满世界的找妈妈 妈妈终于出现在我眼前的 那个感觉 所以说回来 就是那个公众号 我也是这个态度 就是我一 那个这种东西 肯定都是要资政的呀 而不是说你通过这种 自理行经的这种文字暗示 你这种东西 我自己我写 我也能够给你写出个十篇来 对呀对呀 是的 反正那个公众号吧 我觉得也是这样 就是首先是你觉得 如果说你从公众号的这个文里面 读出了他有攻击你爸的意思 那你就想一想 你就先不要看他 别人家说啥就是啥 你先想一想 平常时看到你爸你妈是什么样子的呢 平常时看到他们两人 你觉得你心里面他俩是什么样的呢 如果说他打破不了你心里面这种认知 那你就先别相信他 然后呢就是所有东西 就也别听别人 有的人说是 有的人说不是 不要去不要去争论这个问题 让他最重要的是要听老李的话 要安静下来 一定一定要安静下来 什么也别乱那什么 如果你自己实在过不去 你心里那道坎 那你就先别看了 就先别想去干着别的事情去 然后就安安静静快快乐乐过年 然后就等着他们 慢慢的等着明年 有好消息出来吧 希望一切都顺利 刚才有个姐妹 跟我讲了一个特别搞笑的一个点 她就说你看爸 别人怎么骂他 他从来鸟也不鸟的 甩也不甩的 结果呢 别人一说 他跟他老婆关系不好 短信不发 他就急了 我真的要笑死了 我也想 真的是这样 这倒是真的 不能说他跟他老婆感情不好 然后也不能说是任何话 让他老婆心里面不高兴 老婆宠得好 招财又劲宝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就是我爸 我真的想 tryin他来说 我还是不客气 我现在想吃了 我可以帮你 啰他